这期,继续分享第46篇,长生子,听见了吗?张姐是搞艺术的,她可是不经常夸人的。 柯子华笑着言语道,长生子,张蕊不解地看着柯子华,我外号叫丁长生,他们都叫我长生子,我说老柯,你呀不糟蹋我能死啊,哥们,可是刚从里面出来,小心我把你弄进去。 丁长生拿起一双筷子朝柯子华扔去,呵呵呵呵,还别说,你这名字倒是很别致,只是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个名,我怎么感觉突然间回到解放前了,那时候这样的名比较多。 张蕊笑起来花枝乱颤,这个时候成功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就出了泰山厅,一边出去还一边让柯子华安排上菜。 谁也没有注意到成功临出门的时候,朝张蕊使了个眼色,过了五分钟左右,张蕊从小包里拿出一张纸巾,也出去了。 是个男人都知道,女人只要上厕所,肯定是要带纸的,所以都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但是张蕊出了门之后,并没有去厕所,而是进了对面的电梯,一直通向了十一层。 整个十一层没有安排任何的房间,这里是成功的办公场所。 虽然他在这里也待不了多长时间,但是有钱人总是将自己私密空间安排得很舒服,因为这里是他们放松的地方。 张蕊走到尽头,推开一扇门,正看见成功依靠在宽大的沙发上。 如果说第十一层走廊上的地毯走上去,还有一种细微的声音,那么这间办公室里的地毯绝对不会让脚步的声音打扰到主人的安宁。 因为整个房间里铺的是白色的纯羊毛波斯地毯,进门是要在门口将鞋脱掉的。 成功也不例外,在电视台担任着播音员和副台长的张蕊,看上去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因为他都没有敢坐到沙发上,而是挨着沙发依偎在成功的腿边。 今天叫我来,又是要我干什么? 张蕊像个丫鬟似的轻轻地给成功捏着腿,不用任何解释,张蕊很明显是成功的女人,但是他想在今晚将这个女人送出去,虽然张蕊这个女人从结婚前就跟着自己,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他是怎么打扮和讨好自己,终究是有点厌倦了。 正好柯子华说丁长生喜欢,比他自己大的女人,所以成功绝地将张蕊介绍给丁长生,一定没有错,他肯定会喜欢。 你升台长的事,我已经帮你摆平了,估计也就是这个月的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扶持你到这个位置基本上也是极限了,老爷子如果能当上市长,我还能过几天好日子。 但是我估计也就是干一届了,毕竟年龄到点了,所以以后的日子还是靠你自己了。 你什么意思?不要我了。 张蕊心里一喜,这是他时刻盼望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自己总是被别人掌控着。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这里已经没有你要的东西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好的主子,一个比我有前途的主子。 你想不想?如果不想,我也不勉强,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是电视台长这个位置,不是任何人都能坐得住的。 更何况你还是一个女人,所以我觉得离开我之后,你要想保住这个位置,你早晚也是别人碗里的菜。 成功说得很慢,寻寻善诱,好像是一个催眠师一样。 张蕊看了一眼成功,他就知道成功不会这么容易放了他,但是一想到今晚的饭局,又想到刚才成功的话,你想让我帮你拿住十数金。 想到十数金那一张老脸,张蕊心里就一阵恶心,成功虽然霸道,但是好歹也是一个年轻人。 虽然女人的奶恶心程度比男人强得多,但是那得分人,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愿意面对一个老头子的。 他,哼,他就是一个土财主,在中国,有钱不顶用,有权才是王道,没有权看不住你的钱,我想让你帮我摆平丁长生。 成功说道,他,他一个小镇长,你家老爷子动动手指头,就能捏死他,你让我去接近这样一个小毛孩子。 张蕊简直是被成功的思维逻辑搞得啼笑皆非。 毛孩子,你还是不了解这个家伙,我和他也见过不少面,吃过不少次饭,更何况还有柯子华在中间连线,但是我始终都掌握不住这个人,我已经得到消息。 这次郑明堂和张元房灾了,这里面就有他的的因素,你说这样一个人,我能小看他吗? 更别说中院还有一个,借刀杀人的案子没有最后判决,虽然查不出和他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估计那个死刑犯说的都是真的。 成功一口气说完之后不再吱声,但是就是这些话就把张蕊精的目瞪口带。 成少,你没有搞错吧,我多大了,他多大,就算是他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有你爹的本事大。 你让我去,你让我去他,你没有说错吧,我是很想当台长,可是你这个条件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张蕊生气地站起来走向门口。 张蕊,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特别是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繁品。 前段时间离开海洋县的仲华,这个人你该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现在省委副书记仲丰阳的亲侄子,是仲家年轻一代里唯一的男丁。 你想想,仲家会就这样放弃吗?我敢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仲华还会再出来。 而丁二狗,曾经是仲华的秘书,据说两人的关系好的和哥们似的。 你说丁二狗的后台够不够硬,别说我没有提醒你,错过这个村,你再也找不到这个店了。 说是在帮我,其实是在帮你自己。 成功依旧已在沙发上没有动,但是他看到张蕊好像已经听进去他的话了。 于是站起来,走到张蕊身后,双手搂住他的肩膀,低声说道,别看我现在风光无限,那是老头子还在位置上,要是他不在位置上了,我的关系还有没有这么硬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这些年做生意,我绝不会明白的依靠老爷子的影响力。 我知道,这个靠不住,总会有用完的那一天,我必须积累自己的关系。 而现在,丁二狗对于我就很重要。 再说了,他这么年轻,你跟他也不吃亏吧。 成功哄劝道,其实两人也没有必要谈感情之类的东西。 因为两人之间的相互利用,何其明显,大家都是想好了自己想要的。 你请我愿,没必要再来那些小孩子你浓我浓的把戏。 你真舍得。 张蕊问道,女人都是有幻想的,幻想自己在某一个男人的心里,何其重要。 其实呢,这个男人已经巴布得早点将他甩出去。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男林头各自飞,何况我们还算不得夫妻,我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我也知道,你这个人,把前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然当年你也不会跟我。 刚才我已经说明白了,在我这里你,再也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但是这不代表别人那里没有,所以我不耽误你,也不会霸占着你不放手。 这是做男人的应该有的。 成功说得很洒脱,但是张蕊心里何尝不明白,这是把自己玩腻了,想要趁机推出去,也好为他做一点最后的贡献。 想到这里,心里不禁一片冰凉。 白山市纪委书记思南夏拿起电话拨通了市委书记唐炳坤的办公室电话。 他看见唐炳坤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猜想他可能还没有走,所以想过去坐一坐。 其实哪有坐一坐这么简单,平常的同事在一块聊一聊还是可能的,到了他们这个级别,没事往一块凑个什么劲。 老斯来了,快这边坐,你一说要来,我马上就准备了今年的新茶,来尝尝怎么样。 对于这位经济专家,唐炳坤还是很看重的,但是不知道上边怎么想的。 居然没有让思南夏做市长的打算,让他做纪委书记,这不符合书页有专攻的常理,但是上边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再有意思也等于是没有意思。 是吗?我可是受宠若惊啊,这几天事情比较多,正好来你这里解解脑。 来,尝一尝,今年的新茶。 唐炳坤递给思南夏一个小茶中,思南夏接过来喝了一口,砸吧砸吧嘴,嗯,还真是不错,很有味道,唐书记,还是你会享受啊。 两人相互恭维一番,就了今天的话题,在思南夏没有说话之前,唐炳坤还真是拿不准这位纪委书记来找自己是什么事。 唐书记,证明唐出事,说实话,我很意外,而且出了这么大的事才暴露出来,生活腐化。 受惠数额,我真是很担心市里下了这么大的力气修建一号公路,要是到最后弄成一个豆腐渣工程,丢的可是白山市委市政府的脸。 好在是一号公路还在修建中,有些事情还是可以避免的。 老斯,你说得不错,这也是我在想的,要真是那样,我们都会成为白山市的罪人。 像证明唐这样的人,肯定还有,但是这需要老斯,你这样的纪委书记监督啊。 唐书记,光是我监督没有用,关键还是在自己身上。 现在一号公路的建设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县委书记掌握全局,我看这个工程还得出事。 唐秉坤这下明白了,思南下来找自己的用意了,看来这是为了哪个人来当说客了。 或者根本就是自己想推荐一个人出来,纪委书记也是常委,而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常委。 虽然他不是组织部长,但是私下里来找自己推荐一个人还是可以的。 老斯,今天你既然来了,那我就先征求一下你的意思吧。 反正这几天也要召开常委会讨论海洋县委书记的事情,你有什么意见,先说说。 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反正就你和我两个人,除了镇门也没有人知道。 唐书记,有你这句话,那我就出言不逊了。 我认为现在的海洋县,需要的恰恰不是一个搞经济的能手,而是一个稳定住大局的人。 而且还得是一个清廉的人,这样才能重塑信心。 否则,经过郑明堂这件事,海洋县的干部群众估计也是人心惶惶了。 而且,郑明堂在海洋县待了这么长时间,这个案子肯定还会牵出不少人来。 这种情况下,怎么有心思搞经济? 嗯,老斯啊,你说得不错,我也在为这件事闹心呢,你有好人选。 唐秉坤猜到了思南下的意思,所以直接提了出来, 这是私下谈话,没必要猜谜语。 唐书记,我不是非要推荐自己人, 我是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去一个纪委的干部比较合适, 至少可以稳定住海洋县的大局,你说呢? 哈哈,老斯,你就不要打雅弥了, 说说,是谁让你这个卖力地推荐他? 不是别人,就是现在负责证明堂一案的监察局长林春晓, 别看是个女同志。 在这个案子的侦破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她又是一号公路指挥部的成员, 我觉得她去的话, 比线从外面调一个人过去要好得多, 至少她是了解情况的。 再说了,就现在这种情况下, 海洋县本土的干部现在还敢提拔吗? 唐炳坤听完思南夏的话, 觉得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是一个县委书记的任命, 虽然他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其他常委也得给这个面子, 可是在强调集体领导的大环境下, 如果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将来如果林春晓也出了问题, 那这个责任谁来负? 为律胜先律败? 这是唐炳坤的座右铭, 做事必须往最好的方向努力, 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老斯,我承认,你说得有道理, 但是这件事不可能是我们两个在这里喝杯茶就能定下来, 这还得经过常委会讨论吧, 不过呢, 这件事你倒是可以先和明轩同志通通气, 听听他的意见, 毕竟他是组织部长嘛。 唐炳坤打了个太极说道, 思南下点点头, 其实他也没有想着今晚就能将这件事定下来, 这只是热身, 先让林春晓进入领导们的视野, 这样再有其他人时才好有个比较, 有比较就有优劣, 这样才能有胜出的机会, 游离在领导视野外的人, 永远也不会有升迁的机会, 因为领导眼里根本就没有你, 谈何升迁? 既然要争一争这个县委书记, 那么林春晓再留在专案组已经不合适了, 免得到时候人家说林春晓是奔着县委书记去才借机整正名堂的, 于是思南下回去之后直奔郊区专案组所在地, 思书记,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路上不安全啊? 林春晓还在和正名堂谈, 希望能挖出更多的人, 将海洋县的贪官污吏一扫耳光, 有点事情, 比较急, 过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思南下这样说, 林春晓心里一正, 该不是来为哪个官员当说客的吧? 思书记, 你说吧, 我照办, 喝点水吧, 算了, 我不可, 刚刚在唐书记那里灌了一肚子茶了, 坐下, 我们慢慢说。 思南下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说道, 在思南下的眼里, 林春晓是一个合格的纪委工作者, 自己虽然是好心,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说动他放弃纪委的工作, 到地方上做一个主观, 一般来说, 干到林春晓这个年纪再转型, 是比较困难的。 小林, 我想让你暂时离开专案组, 交给李济年暂时负责吧。 思书记, 为什么? 是有需要我回避的人卷进来了吗? 不是, 是这样, 我今晚去找了唐书记, 推荐你任海洋县县委书记。 虽然唐书记没有明确认可, 但是也没有明确拒绝, 我想, 你还是有机会争一争的, 这样的话, 你留在专案组显然是不合适的。 思南下一边说, 一边看着林春晓的表情, 不出所料, 林春晓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虽然海洋县县委书记 和自己这个监察局长的级别是一样的, 可是手里掌握的资源差别太大了。 思书记, 我去做县委书记。 不行不行, 我做不了, 我从毕业开始, 就是干纪委的工作, 哪有做过地方上的事? 没做过, 怎么知道做不好? 小林, 你要清楚, 纪委的工作做得了, 地方上的事就更能做得了。 一来呢, 这是一个机会, 毕竟纪委这条线太窄了, 你做到退休, 也还是纪委。 二来, 二来, 纪委又是一个得罪人的事, 只要有机会, 还是出去的好, 你比我年轻, 现在转型还来得及, 我来到白山纪委将近五年了, 没见过一个纪委的干部升迁, 这是我的责任吗? 我觉得不是, 一个是没有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 人家不愿意提拔纪委的干部, 我是白山市纪委的领头羊, 为了自己手下, 某个其他职位, 也是理所应当, 免得人家说我们纪委是冷脸衙门, 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这件事。 思南夏说得语重心长, 看得出, 他是认真的, 这一点林春小也明白, 他还从没有见过思南夏如此模样, 也没有听思南夏讲过类似的话, 看来自己不走, 肯定是不行了, 那样的话很是有点不识抬举的味道, 正如思南夏说的那样, 这是一个机会, 纪委的确是太窄了。 司书记, 我听您的, 今晚就和李纪念交接好。 林春小站起来说道, 嗯, 好, 记住, 你是暂时离开, 如果不能达到目的, 你还是回来负责这个案子, 我不会让你做事没有结果。 思南夏许下了承诺, 他要让林春小明白, 自己是真的为他好, 而不是为别人创造机会来摘桃子。 虽然张蕊心里有点抵触, 可是还是在酒桌上不动声色地向丁长生展示了女人的魅力, 可是丁长生一直认为张蕊和成功肯定有某种联系, 所以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措施。 你来我就来, 你走, 我也不拦着。 到这个时候, 张蕊才明白成功说得真是不错, 这个家伙滑如泥丘, 不拿好念。 晚上散场之后, 丁长生说自己还有事, 谢绝了成功的流速, 也不让人送, 就站在路边上打车。 开始的时候, 丁长生没有注意后边, 直到有一次在等红灯时, 丁长生无意间看见后面有一辆红色甲壳虫, 借着路灯的余光, 瞥见开车的人好像是张蕊。 这个女人想干什么? 为什么跟着自己? 难道是成功的意思? 可是自己在酒桌上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既然是成少的女人, 她没有翘兄弟墙脚的习惯。 师傅, 继续向前开, 本来已经差不多到了副品牵住的地方了, 但是看到跟踪的张蕊, 她又改变主意了, 将张蕊引向了远离这个地方的城溪。 张蕊虽然开车技术不错, 但是和出租车比起来还是差了点, 在甩开张蕊将近五百米之后, 丁长生指挥出租车在下一个路口拐弯。 师傅, 这是一百元, 我下车后你不要停下或者掉头, 一直加速往前开, 开过下一个路口之后, 你爱去哪里就都行了, 谢谢帮忙。 本来只有十几元的车费, 丁长生给了一百元, 司机也乐得帮忙, 在拐弯之后, 出租车一个急刹车, 丁长生迅速下车跑向路边的绿化带, 而出租车则扬长而去。 不一会, 虽然两人电话短信不断,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这一次要不是被纪委请到白山来, 估计还得过一段时间见面。 对于一个三十多岁, 而且有一个十多岁孩子的副品签来说, 这好像是重新经历了一次恋爱, 而丁长生每天的短信或者是电话, 早已经使得不是小姑娘的副品签, 再一次有了小姑娘的心态, 那就是既盼望着, 又有点担心, 担心自己哪里做不好, 而使得她不高兴。 这一种很复杂和奇怪的感情纠葛, 一方面她知道丁长生不可能和她结婚, 因为两人的年龄相差实在是太大, 但是另一方面她又义无反顾地爱下去, 因为自从丈夫去世之后, 是丁长生一次次帮她, 给了她生活中的安全感, 而对于像她这样年纪的女人, 没有比生活的安全感更重要了, 所以明知不可为, 但是又深深陷下去, 要来也不早打招呼, 半夜三更的, 要是我睡了怎么办? 副品签将丁长生直接带进了卧室里, 她不敢让丁长生坐在客厅里, 害怕让女儿苗苗看见, 这个小人经一天到晚地撮合自己和丁长生, 时不时就会提起丁长生试探自己, 那怕啥呢? 丁长生笑着说道, 给,喝水,一身的酒味, 副品签将一杯水递给丁长生, 再不来我怕自己就被你忘了, 你长得这么漂亮, 我猜你们学校也有男老师追你吧。 丁长生一副玩味的样子, 副品签愿意见到丁长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和丁长生在一起说话, 没有压力, 不用做出一副坚强的样子, 可以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 不用像在白天和别的人在一起那样, 要戴一副面具,看到丁长生这个样子, 他的心也一下子放松下来, 有,多得很啊, 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 好啊, 不过我告诉你, 要是见了面, 你们以后就不能做同事了。 丁长生认真地说道, 为什么, 什么意思? 哼, 晚上我就会把他们的腿打断, 看他们还敢骚扰你。 去, 越说越离谱了, 难不成你成男霸天了。 副品签小女儿神态毕露, 依旧坐在椅子上, 开始批改作业, 而丁长生坐在床头上, 一边喝水, 一边拖着腮帮子, 看灯下的美人弄模。 看什么, 你先睡吧, 待会我去找苗苗睡。 副品签的心跳急剧上升, 脸也红得厉害。 这些作业非得今晚改吗? 嗯, 明天要讲课用的。 到天亮时, 两人才沉沉睡去, 可是不一会就被客厅里的声音惊醒了。 坏了, 苗苗起来了, 怎么办? 她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副品签这个时候, 开始担心怎么向女儿 交代, 虽然自己是一个成年人, 这样的事也实属正常, 可是真要是面对女儿时, 副品签还是感觉到 有点不好意思, 或者说心里不安。 怕什么? 她不是一直希望我成为她爸爸吗? 这不就是了? 你, 胡说什么呢? 她什么时候说 要你做她爸爸了? 竟胡说。 副品签说道, 要不叫她进来问问。 丁长生问道, 你敢? 副品签紧张地捂住了丁长生的嘴。 悟, 我不说, 不说。 你在休息会吧, 我起来做早餐。 副品签正脱了丁长生的怀抱, 起身穿上了衣服。 可是当她收拾完地上的垃圾, 开门去厕所时, 正看见苗苗一脸寒霜地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 副品签心虚, 美感之声, 直接进了厕所。 苗苗含着脸没说话, 看向母亲的卧室, 她很想进去将那个男人打一顿, 可是又怕自己被打一顿, 她打过丁长生的手机, 但是她的手机关机了, 她很想将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她的丁叔叔, 但是又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她的丁叔叔了。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她的爸爸之外, 她就知道只有那个丁叔叔对她最好, 她一直希望她妈妈能和丁叔叔好, 但是现在妈妈居然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了, 这令她感到很愤怒, 但是骨子里也感到一丝恐惧, 害怕自己的母亲被这个男人抢走。 小宝贝,这是怎么了? 大早晨的,谁惹你了? 傅品千洗完脸来到沙发上, 想讨好一下自己的女儿, 但是她的手还没有摸到苗苗的脸, 就被苗苗一把挡开了。 怎么了? 你这孩子, 大清早地发什么疯啊? 她是谁? 告诉我, 她是谁? 苗苗指着傅品千的卧室大声问道, 她, 她是, 你忘了丁叔叔怎么对我们家的了, 你忘了他对你的好吗? 我爸爸死的时候, 是谁帮我们的? 妈妈, 你都忘了吗? 我说过丁叔叔他喜欢你, 你不知道吗? 小苗苗仿佛是, 一下子爆发了一样, 大声冲副品千嚷嚷起来。 丁长生也听见了客厅里的吵闹声, 这个时候不能再赖在床上了, 赶紧起身穿上了衣服, 刚要出去又听见了关于她的话题, 她不由地躲在门后, 听听这母女两个唱的是哪一出啊? 你这孩子, 行了, 别吵了, 我去做饭, 待会赶紧上学去付品千听到苗苗如此说, 心里的紧张一下子放松下来了, 她正愁该以什么方式向女儿解释这件事, 现在倒好, 女儿知道了, 仿佛还误会了自己, 而对不起她的丁叔叔。 你, 你等着后悔吧。 苗苗一下, 看到妈妈竟然不理她, 一下子冲到厨房里, 拿起一根擀面杖, 就冲付品千的卧室跑去。 你这孩子, 干什么去? 爱, 小心点。 付品千紧张地, 跟在苗苗背后也跑向了卧室。 苗苗走到门前, 通得一声将门踹开了, 别看年纪小, 力气倒是不小。 怎么了这事? 丁长生一脸无辜地, 转过脸来看着, 怒气冲冲的苗苗和一脸紧张的付品签, 而这家伙, 居然一手拿着一支笔, 另一支手拿着一本作业本, 在帮付品签批改作业。 丁叔叔, 你, 你怎么在这里? 苗苗大吃一惊, 坐在母亲时常, 批改作业的椅子上的, 居然是自己为他抱不平了。 一晚的丁长生叔叔, 这一刻, 苗苗的脑子有点不够用了, 仿佛是时空发生了一味, 一时间有点摸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怎么了? 我在这里不行啊, 你希望谁在这里? 丁长生一脸古怪地说道, 把擀面杖给我, 我要做葱油饼呢。 付品签不好意思待下去了, 从苗苗手里夺过擀面杖, 去厨房做饭了。 看什么呢? 坐吧, 你妈妈的作业还没改完呢, 我正在帮她改作业。 丁长生指了指床头, 示意苗苗坐下, 而她则回身继续改作业, 还在每个本子上都写上了批语, 而苗苗则一脸崇敬地看着丁长生批改作业本。 在她眼里, 她的丁叔叔是无所不能的。 刚才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啊? 为我? 丁长生改完作业问道, 当然是为你了, 昨天夜里我半夜醒来, 就听到这屋里有动静, 当时我就给你打电话, 可是你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到今天早晨, 我真是忍无可忍了。 所以才, 你不反对我和你妈妈在一起。 丁长生还是有点心虚, 虽然为了得到, 付品签而没少收买这个小魔头, 但是真要是征求她的意见时, 她心里也有点忐忑。 不反对, 我爸爸说过, 你是个好人, 我信他的话, 他说你是个好人, 你肯定是个好人。 我妈妈很不容易, 你要好好对她, 从我生下来, 我就没见过她, 过过一天好日子, 特别是我爸爸生病这些年, 她更苦。 苗苗, 我都没有发现, 你居然这么懂事。 放心吧, 等我上初中了, 我就助校, 不会妨碍你们的。 苗苗做了个鬼脸说道, 今天无疑是苗苗最开心的一天, 因为终于她喜欢的丁叔叔和她妈妈, 突破了实质性的进展。 在她看来, 这已经是大功告成了, 可能离结婚也不远了。 小孩子的心思, 无疑是简单的, 他们不懂大人们到底在想什么, 不懂为什么两人在一起会那么难。 因为丁长生被纪委带走, 虽然是很秘密的, 可是独山镇上, 还是有人通过各种渠, 倒知道了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在独山镇, 倒是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 毕竟镇长死在纪委过。 书记据说现在也被抓了, 再抓一个镇长也不稀奇, 老百姓日子还是照过, 顶多吃完没事骂几句, 都抓起来才好呢。 反映最激烈的是黄水湾村的村民, 因为丁长生一出事, 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各家各户的花圃都建完了, 而且也重伤了, 这要是丁镇长一出事, 那他原来承诺的卖不出去, 他自己买的岂不是成了放屁吗? 这下比孙国强坑人坑得还狠呢, 孙国强让种的东西至少还能吃呢, 这家伙, 老百姓有几家家里摆花的, 村里人围在王建国家的花圃旁边, 叽叽喳喳, 王建国低头抽烟, 他也在想, 这丁长生到底会不会出事? 再打一个试试, 再打个电话试试, 有人说道, 打什么呀, 都打了一百多个了, 都是关机, 赵华生是黄水湾村养花合作社的副社长, 他手里死死拿着手机, 自从听到丁镇长出事之后, 他就十分钟打个电话, 但是一直打不通, 当别人再次让他打电话时, 他不禁有点气馁, 可是话还没说完, 手机响了, 低头一看, 居然是丁长生的电话打来了, 爱爱爱, 是丁镇长的电话, 丁镇长打的电话, 赵华生语无伦次地说道, 操, 还不赶快接, 待会该挂了, 众人也想听听, 丁镇长到底是不是真出事了七嘴八舌的骂道, 于是赵华生接通了电话, 并且将手机免提开开, 让大伙都听听, 老赵, 你有什么什么要紧事啊, 打一百多个电话, 丁长生问道, 此时刚出赴品签的家门, 正要去汽车站坐车回去呢, 哎哟, 丁镇长, 你可是接电话了, 你是不知道, 这两天你不接电话, 让大伙担心死了, 是不是担心我被判了, 你们的花卖不出去啊, 我说过了, 你们的花要是卖不出去, 才能卖给我, 你不能还没有事实, 就卖给我呀, 我是镇长, 又不是花贩子, 丁长生打趣道, 原来他以为是赵华生自己呢, 没想到自己话刚说完, 那头乱哄哄的都笑了起来, 这些人里面, 此刻最树心的不是种花的大户, 而是杨花, 这两天听说丁长生也出事了, 他的心就一直被吊吊着, 他在暗地里不止一次地问自己, 是不是因为自己, 自己是不是一个丧门星, 为什么和孙国强好的时候, 孙国强被纪委带走了, 结果死在了里面, 而现在呢, 这个小丁镇长和自己好了还没几次呢, 就又被纪委带走了, 好了, 大伙个干个的, 我今天就回去了, 丁长生最后说道, 这下大伙都放心了, 丁镇长这是没事了, 而且说不定一开始就没事, 可能是抓错了, 大伙都这么猜测着, 可是丁长生的电话, 还没有塞进兜里就又响了, 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寇大鹏的媳妇赵新衙打来的, 他能有什么事, 基本上都是盈盈时常给自己打个电话, 印象里赵新衙没给自己打过电话, 喂, 沈, 什么事啊,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丁长生笑呵呵地问道, 长生,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白山呢, 出什么事了, 丁长生听出了赵新衙语气里的急躁不安, 出大事了, 你表叔他, 他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赵新衙说道, 纪委的人,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刚才, 他们单位的党政办主任 打来的电话, 是个女的, 听说是姓秦, 我原以为是个开玩笑的, 可是我打你表叔的电话, 已经打不通了, 沈, 你先别急, 我这就回去, 别急, 我马上回去啊, 丁长生下了公共汽车, 边向外走边想, 这肯定是和正名堂有关系, 说不定就是正名堂咬出来的, 但是扣大鹏虽然靠正名堂靠得紧, 到底紧到什么程度, 这还难说啊, 正因为仲华和正名堂不对付, 所以, 关于两个阵营的问题, 扣大鹏也极少和丁长生说, 这下好了, 仲华栽在了女人身上, 而正名堂这次, 估计是难以翻身了, 但是因为正名堂而牵扯进去的人, 估计还会有, 扣大鹏绝不是最后一个, 老柯, 给我找辆车, 我有急事赶着回去, 丁长生觉得自己还得去临山镇, 要是坐公共汽车, 非得把赵新雅急死不可, 不管扣大鹏在外面做过什么事, 但是终究还是她的丈夫, 没有了这个丈夫, 家就他了, 要不我送你回去, 什么事啊这么急? 柯子华问道, 一点私事, 能找到吗? 找不到我打车回去, 丁长生心里也很急, 毕竟, 扣大鹏是他试图的引路人, 而且对自己一直不错, 在这关键时刻, 他也想帮帮他, 好吧, 给我说你现在在哪里, 我待会让人给你送车去, 柯子华倒是很仗义, 一个派出所所长, 在自己的辖区内, 找到哪个企业或者是个人, 说一声借一辆车用用, 那还不是抢着借给他, 一路上丁长生就在想, 既然党政办主任秦娥香 打电话给了赵新雅,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秦娥香和扣大鹏的关系, 绝不是工作关系那么简单, 要是单纯的工作关系, 遇到这样的事还不是躲得远远的, 至于通知家属, 自然有纪委的工作人员, 用得找你通风报信, 所以, 在去见赵新雅之前, 他先去了临山镇镇政府去见秦娥香, 自从扣大鹏被带走之后, 秦娥香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他知道, 肯定是因为那次送玉琪临镇旨的事 被人翻出来了, 这件事自己做得很隐秘, 而且都是自己一手操办的, 要是扣大鹏在里面将自己供出来, 行贿十万元, 那自己进去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所以, 他赶紧通知了扣大鹏的老婆, 既希望他能有关系, 将扣大鹏捞出来, 那样, 至少自己是没事了, 秦主任, 秦主任, 丁长生一进门, 就看见了坐在座位上发呆的秦娥香, 叫了两声, 才使秦娥香回过神来, 丁, 丁镇长, 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秦娥香刚刚站起来, 还没有等转过办公桌, 丁长生已经毫不客气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了, 我再不回来, 我表叔估计又成另外一个孙国强了, 秦主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丁长生没时间和他玩猜谜, 所有事情都是直截了当, 有什么说什么, 丁镇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领导, 我怎么知道他的事, 你说这话, 是要把他被抓的事赖在我头上了, 秦娥香也不是省油的灯, 开始大声嚷嚷起来, 你尽管大声喊, 让镇政府里的人都知道才好呢, 秦主任,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你的事, 那也不是我要关心的, 我只知道, 现在我表叔刚刚走, 你要是采取点措施, 还有可能就你们俩, 你要是在这里撒泼打滚, 估计你进去的时候也不远了, 丁长生的话字字诛心, 直指秦娥香的软肋, 其实他现在就在担心, 寇大鹏会把他供出来, 毕竟, 主意是他处的, 而且整个过程中, 他参与实施了大部分的行贿行为, 真要是追究起来, 他甭想跑得掉, 秦娥香气鼓鼓地坐回了座位, 但是脸上的焦躁之情溢于眼表, 这些都被丁长生看在眼里, 心想, 看来寇大鹏这事, 还真是和秦娥香有关系, 不然的话, 他不会这个表情, 寇书对我可以说是恩仲如山, 他有事, 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请主任, 我希望你也看清这里面的形势, 你在这里耽误一分钟, 事情很可能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你做过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希望你尽快采取行动, 掐断该掐断的, 抛弃该抛弃的, 我不希望这件事牵扯到寇书, 否则的话, 我和你绝对没完, 丁长生一通狠话将秦娥香打蒙了, 还从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即便是扣大鹏也没有, 他想说什么时, 丁长生已经出了门, 不知去向了, 他狠狠地跺了一下脚, 但是一想到刚才丁长生说的话, 又不是没有道理, 站在那里稍微定了一下心神, 通知小车班给他准备一辆车, 自己驾车去了县城, 没错,现在是关键时刻, 来不得半点马虎了, 丁长生出了门之后, 直接去开车去了赵新雅家, 家里只有赵新雅一人, 扣盈盈去学校了, 不在家, 赵新雅此时好像是一个热锅上的蚂蚁, 不停地在家转悠, 她不知道, 丈夫到底因为什么是被带走的, 而且, 这些年, 虽然丈夫没有往家里拿大钱, 但是小钱不断, 各种购物卡更不用说了, 家里的那些购物卡成堆成堆的, 有的都已经过期了, 神, 就你自己在家啊, 丁长生手里还提着一篮子水果, 和往常一样笑呵呵的, 哎呀, 长生, 你可是来了, 这都急死我了, 你叔叔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问了吗? 神, 你别急, 坐下, 坐下, 看你, 着急有什么用, 我都问了, 没什么大事, 你放心吧, 赵新雅一看丁长生进来, 立刻上前抓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心里全是汗, 摸上去潮呼呼的, 看得出赵新雅紧张到了极点, 真没事, 你问的谁啊, 谁说的, 赵新雅还是很紧张, 一边拉着丁长生的手, 两人一边坐到了沙发上, 看得出赵新雅已经是乱了阵脚, 要在平时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 毕竟侄子和沈之间还是有点差别的, 更何况自己的女儿盈盈一直对这个丁长生心有念念的, 我去了阵政府, 问了问阵里的人, 好像这件事那个党政办主任知道, 所以我先找了她, 问了问情况, 估计是和县委书记郑明堂的案子有关, 扣书和郑明堂一直走得比较近, 我想要是和工程的事没关系, 就应该没事, 扣书也不是那种没有术的人, 哼, 他有术, 他有数能进去, 还有, 长生, 你告诉我, 他和那个党政办主任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哪个党政办主任, 丁长生一听坏了, 看来赵新雅是有疑心了, 这女人要是有了疑心, 那可就瞒不下去了, 但是这事还不能由他说, 否则扣大鹏要是回来了, 自己可就没法对自己这个表叔交代了, 就是那个姓秦的, 给我打电话的那个, 这个, 我不清楚, 不过沈, 你要相信我叔, 他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吧, 丁长生试图掩盖住这件事, 哎, 你也不用遮掩, 我都知道, 以前的时候和一个女警察不清不楚, 现在又和这个党政办主任不明不白, 我这人也看透了, 男人, 哪个不偷信, 哪个不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不用说了, 我明白, 这下丁长生汗都要出来了, 这个赵新雅还真是神通广大, 扣大鹏和田鹅如的事, 他居然也知道了, 而且居然还按兵不动这么长时间, 这不得不令丁长生有点刮目相看了, 其实, 沈, 这些事有可能是有人造谣污蔑我扣书的, 你也知道, 现在干个工作多难啊, 不排除有人嫉妒我书, 造谣重伤的事还是有的, 长生, 你也不用说了, 我心里有数, 现在该怎么办, 赵新雅看向丁长生, 她已经没有任何主意了, 丁长生知道, 寇大鹏虽然现在涉及到的到底有多深还不明朗, 但是下一步肯定是要搜查了, 寇大鹏的办公室他是进不去的, 而且他也不敢去, 这件事倒是可以让情额相坐, 但是寇大鹏的家里现在应该是马上清理, 不能留下任何的痕迹, 神, 家里有现金吗? 现金? 你要多少钱? 赵新雅问道, 不是我要钱, 而是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来搜查, 现在只是把扣书带去询问的, 但是万一扣书说了, 家里的钱就成了罪证了, 至少还有个罪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呢, 家里倒是没有多少现金, 大概有一万多吧, 我每每往家里放多少, 银行里倒是不少。 赵新雅一听又紧张起来, 银行里有多少钱? 大概有十万左右吧。 十万左右? 那这些钱都是你们自己的吗? 丁长生听到这个数字倒是很意外, 像寇大鹏这样的乡镇党委书记, 哪个不得有个几十万的存款, 他居然才有十万左右, 真是不算多, 估计也就是两人的工资积攒下来的吧。 这些钱都是我和你叔的工资, 没有其他钱, 对了, 购物卡倒是不少, 都是你叔平时拿回来的, 有的都已经过期了, 银行的钱就不要动了, 现在去取太明显, 把那些卡收拾一下, 不要放在家里了。 那放哪儿去, 要不扔了吧? 赵新雅害怕地说道, 扔了多可惜, 你们这里不是有庄稼地吗? 待会我开车带你出去, 找个地方埋起来, 等风声过去没事了再说吧。 丁长生的一直认为, 扣大鹏的问题应该不大, 所以他对赵新雅说的, 扔了感觉有点可惜, 因为看起来那些卡的面, 值得有好几万, 要是放在家里, 绝对是一个铁的罪证, 光这些东西, 就已经构成受贿罪了。 在赵新雅家里待了一个上午, 协助赵新雅消灭了一些, 可能涉及到扣大鹏的罪证之后, 丁长生就告辞了, 毕竟, 自己要是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 越会让人抓到把柄, 可能对扣大鹏更加地不利。 神, 你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先不要告诉盈盈, 我怕影响她的学习, 毕竟还有几个星期就要中考了, 现在是关键时刻, 不能让她分心。 你这是要走吗? 赵新雅本身是不想让丁长生走的, 有个人说说话心里还好受点, 要是丁长生也走了, 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等消息, 那滋味真是难受极了。 对, 神, 我待在这里很可能会对寇书不利, 不瞒您说, 我也是刚刚从白山市纪委那里出来, 放心吧, 寇书不会有事的, 安心在家里等着, 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你, 你也是被纪委带走了。 赵新雅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丁长生在她心里一直是个老实的孩子, 怎么会和贪污受贿扯到一块去? 也是因为郑明堂的案子, 有人说我和一号公路的工程事故有关系, 这才被纪委请去喝茶了, 这不, 事情搞清楚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放心吧, 我叔肯定会没事的。 林春晓的海洋县县委书记任命, 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对, 只是程千鹤说了一句, 林春晓同志一直是在纪委这条线上工作, 对于掌握一个大线的工作, 他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和能力, 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 这一次组织部长贺明轩没有给程千鹤任何的面子, 直接就说出了这一次郑明堂的案子。 纪委的同志虽然以前的工作面不宽, 但是在坚守党的纪律性上是过硬的, 罔顾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能力越强, 对我们党的工作破坏性越大。 郑明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根据纪委初步的审讯, 长河建筑公司的杨氏兄弟, 为了得到一号公路的两个好标段, 一下子就给郑明堂送了五十万, 这是什么行为? 官商勾结, 老百姓对我们的干部意见能不大吗? 我看以后选择干部, 德才兼备的德, 一定要抓到实处。 道德品质不行的干部, 坚决不能提拔到重要岗位上, 否则的话, 老百姓不光是骂这些干部, 也会骂我们党缺德, 因为是我们将这些干部扶上马的, 不骂我们骂谁。 贺明轩可谓是慷慨激昂, 这番话说出来, 没有一个人之声了。 好, 既然没有其他反对意见, 那林春小同志担任海洋县县委书记的任命, 今天就要下达。 老贺, 你就辛苦一下送林春小同志下去, 但愿这一次海洋县能挺过这一关去。 唐炳坤说完这句话后, 纪委书记思南下松了一口气, 连中午回家吃饭都是哼着小调回家的。 哎哟, 爸爸, 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好事啊? 看把你高兴的。 女儿思嘉宜边摆碗筷边说道, 哦, 也没什么, 老爸这一次胜了一局, 看见那个成千鹤我就生气, 这一次僵了他一军, 将林春小派下去当县委书记了。 林局长去当县委书记。 哪个县? 还有哪个县? 当然是海洋县了。 思南下没有注意到女儿的表情, 自顾自地倒上了一杯酒, 看来今天是真的高兴, 大中午的居然喝上了酒。 哦, 那挺好, 比在纪委强多了。 哎, 爸爸, 我有个熟人在海洋县, 可不可以和林书记打个招呼啊, 让他帮忙照顾一下。 思嘉宜小心翼翼地问道, 一般情况下, 思南下最反对的就是走后门, 但是女儿的熟人又是另一回事。 熟人? 你在海洋县有熟人? 我怎么不知道? 可, 爸爸, 我和你说过的呀, 你忘了, 去年的时候, 有人想在晚上绑架我, 有个人救了我, 还记得吗? 哦, 这件事我知道, 怎么, 找到那个人了。 嗯, 原来的时候他是个警察, 到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不干警察了。 现在是海洋县下面一个镇的镇长, 年纪轻轻的, 就干上镇长了, 兴许有点本事吧, 让我林姐照顾照顾, 应该没问题吧。 有这事, 那你直接和林春小说吧。 斯南夏终于松了口, 关于那一块玉麒麟镇纸, 寇大鹏唯一接触的是郑明堂, 而且当初就告诉了郑明堂, 这个东西不值钱, 就是一块普通的青海鱼, 而秦鹅乡唯一接触的是那个礼品回收的, 也可能这小子没少干这事。 所以当秦鹅乡找上门时, 这个干礼品回收的家伙早就不知去向了。 郑明堂的案子, 在海洋县被传得沸沸扬扬, 就连不可一世的郑老三都被逮了抓了起来, 所以秦鹅乡猜测, 这小子估计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寇大鹏, 你觉得我们找你来, 是没事找事干事吗? 郑明堂已经将所有事告诉我们了, 我们在你这里, 只是想得到核实一下而已, 是你自己说, 还是我们帮你点出来? 李济年亲自审的寇大鹏, 一上来就摆出一副你爱说不说的架势, 但是寇大鹏当了这么多年的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 什么是没见过, 所以, 你有千条路, 我只走一条,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和郑明堂没有什么关系, 要说有关系, 也有点, 那就是, 他是我的领导, 我有事要向领导汇报, 就这么简单, 寇大鹏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根本就不往李济年设下的套里钻, 那我们就帮你回忆一下, 记住了, 是我帮你回忆, 从现在开始, 你说的话不算是自首, 因为我给你机会了, 但是你没有抓住, 这怪不得我, 我无所谓, 我做过的, 我承认, 但是我没做过的, 谁也别想往我头上扣, 否则只要我出去了, 我就是告到北京去, 我也一定要告到他, 扣大鹏毫不客气地说道, 他认定, 纪委包括郑明堂, 都是没有什么证据的, 除非他们找得到那个做礼品回收的, 可是那个做礼品回收的, 也不是自己去接触的, 这件事也找不到自己头上来, 到现在为止, 只能是赌一把了, 无论如何, 不能将这件事承认了, 你在威胁我, 你知不知道, 威胁办案人员是什么后果, 李济年说道, 你是纪委的, 应该知道我们党的纪律, 我看你才是威胁, 你有什么证据, 证实我干了什么, 直接把我送到检察院不就得了, 给我在这里费什么话, 你既然有证据, 还在这里费这个劲, 有意思吗? 扣大鹏反问道, 我这是在给你一个自我坦白的机会, 要知道, 别人证实你干了什么, 和你自己说出来, 这是两码事, 你不懂吗? 我懂, 但是我不需要,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李济年很无奈, 但是又不能动手段, 那样太明显, 虽然根据郑明堂的交代, 扣大鹏操作这一切的可能性最大, 可是也不排除别人借此来向郑明堂行贿, 但是这里面的可能性, 还是扣大鹏的可能性最大, 扣大鹏是一号公路指挥部的人, 而且是临山镇的党委书记, 整个一号公路的地址都在临山镇范围内, 要说一号公路上出的事不涉及扣大鹏, 那扣大鹏也太清白了, 关键是, 斯南夏现在想将这个案子办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一挖到底, 还是打老虎而放过蚊子, 有时候办事情很好办, 难就难在, 怎么知道领导的想法, 这是最要紧的, 要是办事情的程度不符合领导的意图, 即便是你办得再好, 也不可能得到领导的赏识, 还可能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李济年以前很羡慕林春晓的杀伐决断, 可是轮到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了, 自己反而是前怕狼后怕虎了, 难道自己还真的不如一个女人吗? 他不得不承认, 在揣摩领导心思这方面, 他还真的不如林春晓, 小林啊, 这次你到海洋县当书记, 老斯是下了很大力气的, 现在海洋县的干部群众都是人心惶惶, 你可得为老斯争口气啊, 奥迪车平稳地行驶在笔直的公路上, 这条路是白山市通向海洋县的大动脉, 刚刚修好不久, 贾明轩和林春晓并排坐在奥迪车的后座上, 谢谢领导的支持, 我一定好好干, 绝不会给领导们丢脸的, 海洋县其实很有发展前途, 特别是一号公路修通以后, 潜力更大, 但是现在还显现不出来, 不过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的, 林春晓并没有顺着贾明轩的话茬感谢思南夏的提携, 而是笼统地将所有领导都感谢了一遍, 一个都没落下, 连贾明轩都不得不叹服林春晓这个纪委干部, 说话得滴水不漏, 你有这种思想准备就好, 但是另一方面也得有个思想准备, 你是纪委出来的干部, 或许下面的干部对你存在一种隔阂, 这一点还需要你自己努力啊, 海洋县的干部总体还是好的, 你要善于团结大部分好的干部, 尽快将海洋县的局势稳定下来, 进入发展的正常轨道, 这才是最重要的, 贺部长, 您放心, 我一定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将海洋县的工作做好, 但是我可是市里下来的干部, 你们可不能以后不管不问了, 市里可是我的娘家, 我要是在海洋县受了委屈, 你们可要为我撑腰啊, 哈哈, 你这个小林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我就不信, 海洋县还有赶南为你的人, 林春小正要说什么时, 贺明轩指着前面说道, 你看看, 到了海洋县地界了, 又来迎接了, 哎, 这一套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有着心思, 还不如将工作干好呢, 贺部长, 你这是在说给我听吗, 那你下次来, 我可不来迎接你了, 林春小笑着回了一句, 然后拉开车门下了车, 于全方心里也是很忐忑, 到现在, 县里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虽然他刚刚当上县长, 还不敢想县委书记的位置, 但是当县委书记的位置, 真正确定下来时, 他的脊背上, 还是隐隐有些汉意, 市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真的想将海洋县绝地三尺, 一扫而光, 其实贺明轩心里很清楚, 林春小这个县委书记, 是思南夏和唐炳坤两人, 对即将接任市长职位的 程千赫的第一次打压, 可以说, 这一次, 程千赫在海洋县的市里, 被彻底跟除了,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招数, 那是以后的事, 但是眼前肯定是 程千赫先输一招了, 而贺明轩这个组织部长 是一直紧跟唐炳坤的, 所以, 既然林春小是两个 大佬鼎力支持的, 那么, 自己也得表现一下自己 对林春小这个 新科县委书记的支持, 这也是贺明轩将林春小 送到海洋县之后 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等全县干部会议结束之后, 向林春小提出, 要在海洋县 进行一番工作调研, 林春小当然明白, 贺明轩这是在 以一种方式支持自己, 在以前郑明堂在的时候, 市里是先有领导下来视察的, 而现在居然要调研了, 这不是给自己面子, 是给谁面子, 由于自己刚刚到, 还没有自己的秘书, 而郑明堂的秘书蒋明杰 因为有些事涉及到他, 所以已经是被纪委连带着隔离了, 贺明轩说要调研, 可是自己对海洋县除了一号公路, 还有点印象之外, 其他情况是一无所知啊, 于县长, 我是林春小, 刚刚贺部长说, 既然来我们县里了, 想顺便对我们县进行一番调研, 我这刚刚落地, 你有什么办法, 看看能让贺部长看看的地方吗? 既然于全方是县长, 而且是自己的搭档, 早晚是要接触的, 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接触一下, 这样也省了很多你来我往的事, 毕竟, 这是在应付贺明轩的调研, 说得不好听一点, 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所以给于全方打了个电话, 林书记, 你这样一说, 我倒真是有点挠头了, 不如, 不如去独山镇看看吧, 前段时间, 他们镇长来要求我下去, 看看他们那里搞的花卉基地,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 听说搞得很有点规模了,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搞成什么样, 其他的, 也就是临山镇的梨园村, 万亩梨园园, 可是那里刚刚出了事, 现在去, 是不是不合适? 嗯, 你说得对, 我们现在不能都围着一号公路转圈, 那就去独山镇吧, 麻烦你通知一下, 让他们做个准备, 别到时候出洋相, 林春小的女强人, 性格不经意间就露了出来, 当场拍板去独山镇看看花卉基地, 这让放下电话的于全方忧心不已, 这个女人真是太强势了, 难道这就开始了? 丁长生接到, 召开全县干部会议时, 正在未扣大鹏的是想办法, 所以并没有去, 而是请假了, 是独山镇党委副书记梁和花去开的会, 本来就是为了认识一下新来的县委书记而已, 但是梁和花还没有回到镇上, 又接到县里的通知, 下午会有上面的领导到镇上搞调研, 要求主要领导必须到场陪同, 丁长生被请进纪委时, 就看出来了, 李济年有可能会成为下一部纪委的先锋官, 果不其然, 没想到市里这么快就做出了决定, 由林春晓担任县委书记, 而李济年肯定就会成为接替林春晓的那个人, 这样一来, 扣大鹏的案子或许会有转机, 这也是大白天的丁长生去法院见田厄如的原因,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不会等到晚上去我姐姐那里, 田厄如倒是对丁长生一如既往的好, 出大事了, 扣大鹏被抓了, 丁长生说道, 田厄如听完之后, 脸一寒, 说道, 他被抓和我有什么关系,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说完, 转身去处理卷宗去了, 和你当然没有关系, 但是和我确实是有关系, 不管怎么说, 他是我仕途的引路人,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之恩图报, 人给我一滴水, 我必还他一缸水, 丁长生很深情地说道, 行了, 长生子, 你也不用在我这里煽情了, 这是我帮不了你, 我就不明白了, 难道你看不出啊, 上边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人家躲还来不及呢, 你还往里面掺火, 你图什么呀, 田厄如有点生气, 我什么都不图, 就图个心安, 他一辈子可能用得着我的地方不多, 这次算是一次吧, 可是当初要是没有他, 我兴许还在帮子御要饭呢, 这又怎么说, 丁长生一屁股坐在被告席上, 看着法官席上的田厄如, 这时正好有一道, 阳光照在了法官席上, 由于刺眼的缘故, 丁长生看向法官席上时, 眼睛眯着, 但是即便是这样, 法官席上的那个田厄如, 他已经看得不是那么清晰了, 他此时也知道, 人都是会变的, 会像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 这就是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吧, 反正,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 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把握的就是人心, 两个人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这个时候的沉默就是尴尬, 好在丁长生的手机铃声响了, 打破了这种尴尬局面, 喂, 是我, 丁镇长, 县里刚刚开完干部会议, 但是下午有领导要到独山镇调研, 我觉得你应该回来参加, 梁和花有点嫉妒地说道, 我还有事, 你接待不就完了, 今天回不去了, 我刚才通过关系打听了一下, 你无论有多大的事都必须回来, 这次是市委组织部长调研, 而且县委主要领导陪同, 很可能会去花卉基地看看, 你不回来怎么行, 那里我也不熟悉, 梁和花倒是实话实说, 这令丁长生对梁和花的印象改观不少, 毕竟要是换了张员房, 肯定不会给自己打这个电话的, 连告词都没有, 丁长生就离开了海洋选法院, 老书记, 我是丁长生, 有这么个事, 你要心里有数, 我刚刚接到电话, 市里的领导要到独山镇调研, 很可能会到黄水湾村, 看看咱的花卉种植基地, 到时候, 你就说我平时时常和你说的那些话就行, 就是关于农村党组织, 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 以及发展新型农民党员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也是在党委领导下, 全村农民抱成团闯市场, 反正就是我平时和你们说的比较多的那些话, 听明白没? 这, 这些话, 我会说, 就是不知道是谁来啊, 王建国很明白自己的忽有功夫, 糊弄糊弄一般人还行, 这要是来个大人物, 估计自己还真是不好糊弄, 所以要搞清来的是谁, 你不用管来的是谁, 就是一句话, 强调农村党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就行, 而且我告诉你, 来的官越大越好糊弄, 他们整天在天上飘着, 对农村的了解还不如一整个镇长呢, 所以镇长不好糊弄, 但是上边来的人你不用怕, 顶多问问收成什么的, 放心吧, 在心里打打草稿, 到时候问什么说什么, 我也去, 你答不上来, 我会说话的, 丁长生又嘱咐道, 其实王建国当了二三十年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水平还是有点的, 但是这次来的是, 视为组织部长贺明轩, 他喜欢听什么, 当然是组织的作用了, 组织在基层建设中起了好作用, 他这个组织部长脸上才有光啊,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你没有做事, 而是你做了事, 但是汇报的对象不对, 你对一个主观经济的领导汇报政法工作, 他会感兴趣吗? 所以, 在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情况下, 发展经济是首要的, 这个时候如果将某一项工作和经济联系起来, 这是每个领导都愿意听的, 因为这表明他主观的领域为了经济发展, 也是做了贡献的, 现在强调顾存强机, 把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继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这是党委领导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 所以, 这对于贺明轩的调研也算是有地方使, 他调研什么? 不就是想调研这个东西吗? 这几天, 丁长生一直在奔波, 接到梁和花的电话, 连饭也来不及吃, 一路又杀回来独山镇, 进了镇政府, 凡是见到丁长生的人, 都是笑着打招呼, 这个待遇以前可是张员房独有的, 在张员房在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将丁长生放在眼里, 但是现在不同了, 大家私下里传言, 其实是丁镇长将张书记送进去的, 又说丁镇长也有问题, 人家有什么问题? 这不是活蹦乱跳地回来了吗? 所以大家对丁长生这样一个猛人, 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敬畏, 镇长, 您回来了, 吃饭了吗? 丁长生的车刚刚在楼下停稳, 党政办主任杨和平就看见了, 他本以为丁长生这次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在他的心里, 他已经将丁长生列为独山镇历史上最短命的镇长了, 可是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能从纪委的铜墙铁壁里硬生生挤出一条缝, 回来了。 还没呢, 杨主任, 安排人给我下碗面条吧。 对了, 杨书记在不在? 在, 也是刚回来, 在办公室呢。 哦, 估计他也没吃饭, 给他也来一碗吧。 丁长生说完, 就转身去了梁和花的办公室, 张元坊肯定是回不来了, 梁和花只是一个党委副书记, 而丁长生则不同, 她是镇长、 党委副书记、 书记缺位。 她就是独山镇实际上的最高领导, 这次能屈尊去找梁和花商量工作, 足见她的诚意。 当然了, 这也是对梁和花及时通知她上级来检查, 而且将上级的领导和调研意图都搞清楚了, 这对于任何一个被调研单位来说, 都是宝贵的情报, 不然的话, 应付调研是最难受的事。 梁书记, 现在有时间吗? 我们商量点事。 丁长生敲敲门就进去了。 丁镇长, 快进来, 有什么事? 你打个电话, 我过去就是了, 还得让您跑一趟。 梁和花赶紧从办公桌后面绕过来, 和丁长生握了握手, 对于女同志的手。 丁长生一向是沾沾即渴, 绝不会像某些领导那样握住女下属的手恨不得食指向扣, 显示一下对女下属的关心, 这一点立刻又赢得了梁和花的好感。 至少丁长生这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还是有的, 君子不期暗示, 现在办公室就两个人。 要是丁长生做出一点什么不合适的动作, 难道他还能大喊抓流氓? 这么近, 我们两个就不要客气了, 我没去开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市里领导怎么会突然想起要调研了?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接到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通知, 其他我也不知道。 哎, 现在我们镇也是多事之秋, 放着城关镇和临山镇这些有好名声的地方不去, 偏偏到我们这里来, 看来是来者不善啊, 我对咱们镇上的情况没有梁书记熟悉, 你看他们来了, 我们该怎么安排? 丁镇长, 我隐约了解到, 这次调研是冲着黄水湾花卉种植基地来的, 所以其他的准备, 我觉得准备了也是白准备, 你安排好黄水湾村做些准备就行了。 梁书花说道, 虽然点出了是隐约听到, 他认为丁长生肯定能听得明白, 县政府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你丁镇长也是在县政府待过的, 我就不信你没有一点关系和耳目, 所以有些话说一半就可以, 没必要说得那么直白。 当独山镇的两位最高领导在商量问题时, 党政办主任杨和平带人端着两碗面条进了梁和花的办公室, 两位领导是在这里吃吗? 杨和平问道, 而梁和花看到杨和平带人端着面条进来, 一脸的愕然,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自己没浇面条啊。 哦, 刚才我问杨主任说, 他说你也刚回来, 我以为你也没吃饭呢, 也给你浇了一碗, 怎么样, 一块吃还是各自先吃完再继续谈。 丁长生这时充分展示出一个男人的魅力, 别看梁和花比他大不少, 在这方面还真的不如丁长生使得开。 那, 那先放这里吧。 梁和花明白怎么回事之后, 自然不好否掉丁长生的好意, 所以只好让杨和平先把面条放在两人之间的茶几上。 但是, 丁长生早晨饭就没有怎么吃好, 这个时候真的饿了, 所以也不管梁和花的事了。 结果面条抄起筷子就开始吃起来, 边吃边和梁和花商量领导来调研的接待问题。 出了门的杨和平, 简直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难道独山镇还会出现书记镇长齐心合力搞经济的场面? 如果说不是, 那今天, 丁长生到梁和花办公室商谈工作和共进午餐的情形, 真是太诡异了。 他甚至想到, 丁镇长对这个梁和花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毕竟丁镇长是单身艺人, 而且至今没有对象现身。 当然了, 人家背地里有没有他就不知道了, 可是梁和花那是有主的人, 外面疯传他是现在的县长于全方的人, 当然也有人说不是, 但是这种事情都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 万一踩到狗屎上, 那可是要走弯路的。 自己是不是找个机会提醒一下丁镇长, 毕竟这个小伙子对自己一直是不错的。 贺明轩到独山镇调研是林春晓这个新任县委书记 和县长于全方俩个人亲自陪同的。 虽然像贺明轩这样的人并不能决定于全方和林春晓两人的前程, 但是哗哗叫子人抬人。 贺明轩是白山市委常委, 而且是市委书记唐炳坤的左右手, 最重要的是他是组织部长, 是管干部和选干部的。 这样的人到哪里, 都是那些一心想要关帽子的人一心巴结的对象。 现在独山镇的两位领导你们熟悉吗? 待会介绍一下, 独山镇这个地方, 我还是第一次来, 以前只是听说过, 说这里产一种鱼, 好像是很有名的。 贺明轩说道, 除了两名工作人员和司机之外, 这辆车上只有贺明轩和海洋县的两位领导。 林春晓自然不熟悉, 他看向了于全方, 于全方赶紧开始介绍独山镇的情况。 对于他来说, 独山镇那真是太熟悉了, 虽然独山镇从来都没有在他的掌控中国, 包括现在也是, 但是有一个党委副书记在这里当他的耳目, 所以只要是镇上发生的事, 几乎很难瞒过他。 贺部长,林书记, 我也不是自接家仇, 独山镇这个地方的确是很奇特。 而且, 最近暴露出的问题很多, 先是原来的镇长孙国强被纪委双规后, 畏罪自杀, 最近又是党委书记张元房, 畏罪潜逃, 被抓了回来, 现在还在纪委交代问题。 而且, 孙国强和张元房两人都和郑明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现在的独山镇可以说也是千疮百孔。 听着于全方的话, 林春晓的眉头越皱越紧, 这个于全方让你介绍独山镇的情况, 为什么会将一些没有结案的东西扯进来? 这是干什么? 撇清自己吗? 那现在独山镇没有主要负责同志吗? 贺明轩也听出了问题, 哦, 这倒不是, 现在是镇长丁长生同志在负责主要工作。 丁长生, 开会的时候是不是请假了? 林春晓问道, 他记得当时独山镇的领导是个女的。 对, 上午丁长生是请假了, 是党委副书记梁和花去开的会, 林书记记性真好。 于全方恭维了一句, 这个丁长生是不是以前仲华县长的秘书? 说到这里, 林春晓好像是想起来了似的, 其实在白山市郊的别墅里, 林春晓和丁长生又何止是见过面, 还一起欣赏了郑明堂的好戏呢。 而且, 在自己确定要到海洋县当县委书记时, 老书记的女儿思佳怡居然也是打电话要求照顾一下这个丁长生, 她真是不明白这个丁长生到底有什么能耐能勾连到这么多人。 对, 是仲县长的秘书。 于全方一愣, 林春晓怎么知道丁长生的? 这个时候提起仲华, 让贺明轩也是唏嘘不已。 当时也是自己将仲华送到了海洋县的, 但是仲华中途出事, 使得仲氏家族第三代布局暂告失败。 前面就是镇政府, 他们在迎接了。 于全方指着前面一堆人说道, 算了, 我们就不下车了, 让丁长生同志上来吧, 其他人不用去了, 人多也不是好事。 贺明轩拍板道, 既然领导都这么说了, 其他人还能说什么? 这个决定令于全方有点灰心, 好在是车里的人应该不知道梁和花和自己的关系, 不然的话, 那就太难看了。 于是车在镇政府门口, 只是停了一下, 于全方伸出头说了声, 让丁长生上车, 其他人各安其职, 都回去上班吧。 这一决定令所有人大感意外, 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都看向了站在前排的梁和花。 当然, 梁和花也感觉到了这种目光, 可是没办法, 这是领导的决定, 而且梁和花也知道, 这不是于全方的决定, 但是还是有一种屈辱感在心里蔓延开来, 一种叫做嫉妒的东西充满了他的五脏六腑, 而这种东西是有毒素的。 他感觉, 今天这脸是丢大发了。 中午两人在谈论工作时, 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信任感, 随着贺明轩的这个决定, 变得当然无存了。 其实这是贺明轩的好意, 他本质上是想增加丁长生在林春晓和于全方眼里的加分, 毕竟这是看在仲华的面子上,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种方式倒是起了反作用。 小丁啊, 你上午没去开会,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贺部长, 这位是林书记, 我们今天可是到了你的地盘了, 你要招待好领导啊。 于全方笑着介绍道, 丁长生是见过于全方和林春晓的, 但是没有见过贺明轩这个组织部长, 虽然也见过比贺明轩官还大的中风羊, 可是毕竟不常见, 所以难免有点紧张。 贺部长好, 林书记好, 于县长好, 我这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多领导, 所以, 所以很紧张啊。 好了, 这期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继续吧。 我们下期再见。 是,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